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他真的是投胎的时候他已经有了 他没有我怎么会去投胎呢 直播是说这一世下来你觉得他刚开始没那么多交真的东西 没执着的东西 他不执着那个头发是他的 无所谓 当然这就是来自于无知的 但是解脱了以后就是把这个 确实你这个重点是对了 因为到最后你修行空性修到你是佛的时候 你就是一切嘛 你修到你是一切 但是那个是破完一切下你才能说这句话 没破完不能说 但是你是一切的时候 那么既然你是一切 那现在我们要回到这个你是一切的境界 那么首先破的就是你 就是我 就是这个我 破了这个我 你就回到这个是一切的空性 但是这个我 现在你就是一个在万法里面 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就像一个佛说 就像你摔了一个死结 结 要把这个结解开 就是你的六根 一耳鼻舌声音 都在骗你 每天骗你 戒文觉知到的一切 你长着这个一耳鼻舌声音 你说 你看见啥呢 听见啥呢 起心动念 其实也没一个心 就是你的六根 戒文觉知 每天活在戒文觉知里 被戒文觉知转 你觉得被命运转 被罗口转 这不被戒文觉知转 你苦 还不是也是 不管是被 就算没情感苦 还不是你觉得 你觉得 你觉得他对你不好 你觉得他喜欢上别人了 你觉得怎么 在我最难的时候 他这样对我 好像没良心 这不是你觉得吗 对不对 这个你觉得来自于哪 来自你所见所闻 所体验 对 所觉受到的 还有这一世 周围的人给我灌输的一些 对 然后再加上以前的经验 就觉得电视啊电影 这就叫不爱 这就叫爱 等等这种定义 是吧 你不就苦不堪言了 是吧 是吧 要是 就是六个破 嗯 还有我用孩子特别小 我希望 就是说 让他从小 就是怎么样 能够接触一些善的知识 我希望他 让他健康成长吧 就可以了 嗯 最起码你爱他 他爸爸爱他 就是当时一个小孩 最能让他健康的是 父母的爱 让他体验到感受到 嗯 感受到他被呵护 被 被关心 嗯 就OK 嗯 即使忙也打个招呼嘛 就说爸爸不接 爸爸有事 你不能在中间说 他爸 你爸有问题 就算他爸一辈子不过来 你也说你爸是有事的 你爸现在又干啥了 你的解释清楚 孩子会有原谅的 孩子的心胸气度 你们想象不出来的 小孩子那种天使般的 量解一个人 你骂了他 你你你你你打了他 你只要跟他说 对不起 说妈妈昨天做错了 马上就笑着 马上人家从心里笑出来 说没问题 嘿嘿嘿 马上全部原谅你了 是吧 小孩子他不记仇的 他不会记的 他不记这些 就算你打头了 就是头了 因为他不会觉得这是什么 他不认为里边有善恶这回事 妈妈打我莫名其妙 不知道他 是吧 但是他里边没有善恶的定义 说妈妈打我是恶 他不会的 所有的小孩子都 所以小孩子会宽容 我也要去跟他学习 对 你去解释 就算你们分开了 家来说 这件事 虽然这件事解决了 但是说 大家在一起 已经没有机器 或者分开了都没问题 解释一下就好了 也不要说 孩子的幸福一定是父母 爸爸妈妈缺带的 不一定 真的不一定 有的父母在一起 每天吵架 打架麻烦死了小孩 对 他不如单亲孩子 真的不如单亲妈妈带着呢 但是你再结婚 找个老公 你找 最起码接受孩子也可以 是可以的 不用想 就是不用太多的去跟 即使最后不成了 那我 没关系啊 就是说 你首先要有这种定力 有这种想法 你要这种独立 你才能够把很多事情搞定 你知道 你恐惧 你怕 孩子太小 孩子怎么办 我一个人代表 然后呢 你就会祈求爱情 你知道吗 我明白 你就祈求 你会去 你会去 为这份爱 就是为了这个家 那你是什么 是吧 家里边是人在过生活 没有人 两个人的心不 不在生活里 这个家算什么家 那就是个房子 里边住了三个人 人令 是吧 那还叫家吗 毫无意义 而且有的是 有的 有的是夫妻俩 有一个就叫真了 已经两个没进去 那个死活不离 慢慢的还要翻回来 这个是立马死了 那个是户下 但你们现在是 已经分开了嘛 分开了 要不要再重新来 如果是说能够重新来过 我也建议重新来 因为有小孩嘛 就是说 确实也是重新倒角的 然后有孩子 还是有很多爱情的基础的嘛 重新谈恋也是可以嘛 那就是十多年 不要进来十年了 对对对 从头开始 从头开始 那老师 因缘的话 会不会也是一种注定呢 我的举例说 假如说我们终结了 那会不会是说 我们注定每人 还会有另外一段 这个因缘呢 每天都可以重新开始 哦 每天都可以重新开始 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 是吧 是他愿不愿意 有的时候 爱情就是 深深绵绵的 就是这种情 因为你没解脱 你还活不成真实 都在梦里边活的 没有什么注定的 就是会和对方相遇 或者是 也有 有些人是溯源 溯源他欠他的 那还 还完这辈子两个 假如说 上辈子你欠他的 这辈子还债 两个结成夫妻了 那可能 三年以后 还完了这个债 那是不是就离婚了 也不是啊 可以重新接了缘了嘛 那就还了那么走劝了嘛 你欠他一百块 他还了一百一十块 怎么办呢 那不你又欠他 又翻过来 他就还不了那么 就是一定还得说 哎呀一下子禁了 今生那个缘算什么 又不又接新缘了嘛 对 就没有完 新的你又结了嘛 你是没有旧缘的人呢 就是两个人见面 如果是缘分不生的话 很难关系更密切 很多这种夫妻啊 夫妻啊 父母 就子女啊 就是血缘啊 就是有情的人 他确实是里边有些 可能深深是有些缘很近 就是说 能够导致你们走得更密切 但是也不是说 两个没有关系的不能接缘 也可以的 只不过是不容易 接新缘的不如人家素食有缘呢 就一下子就走进去了 就是那种 就很容易信任两个人 我我会尽力吧 就是从这个人道角度也好 从那个事件 我会尽力 但是如果不管结果怎么样 我听明白您的教导了 就是说 自己要独立的 是有的去掌控这些 然后去把它该放下的放下 不去执着 要清醒的去面对各种 你看人道 人道虽然大家好有缘分 但是有很多人现在独立的 就是一个人过得很多 人道是 他人道有些人是 他心里有情 但不代表每个人会 为了情去做事 知道 他会脱头脑的 你看很多人 很多女的或者男的 他脑子里他会为邪去结婚 他是为了名为了利 但他心里边有 所以很多有求人 有情人反而很难在一起 因为满足不了头脑 有些人跟人之间 他很有情的 你看每个人 因为他有溯源 他在一起他有情 但是他觉得你的条件不好 你没房没吃不配我 是吧 还有一个头脑 就很多人活在头脑 活在头脑里的家庭 就是这样的活在头脑里边 如果两个人结婚的话 一般吵死了 而且也不会很幸福 因为他的心里 其实他会爱着某一个 其实那个条件不好的 他会一直爱着 就是因为头脑是个 真的很狡猾的东西 头脑里边 他会满足 头脑是个满足 就是刺激 头脑是个 你满足感 一旦你取了你就满足了 一旦你得到就满足了 但心不会 心是个相续的 就是心里边那个情势 那真的是分清 其实说不清道不明的 他这种感觉或者是什么 但是这个头脑是能满足了 就是就像你饿了吃了都饭 他是可以满足了 一旦你吃饱了 你就再也不想吃了 再好的东西 你吃撑了 你放你面前 你会吃吗 你不会吃了 但是这个世界 百分之可能七八十的人都活在头脑里 所以这就是人道 知道 不管你素食生生世日 有什么样的情 当你来到人道的时候 你要去周学人道的道 很多众生活在头脑里 就是人力啊 人力活在头脑里的时候 不要小心 所以很多人有情 很多有情人 并不见得能结婚 都是头脑跟头脑结婚了 所以才弄出那么多第三者 他觉得你条件合适啊 或者甚至年龄啊 什么都考虑啊 各种条件啊 综合因素 门道后对啊 家庭背景啊 条件啊 各种原因 但这个都是头脑的事 但是因为大家也不足足心了 反正每天活在虚拟的头脑里 哎 反正就那么过一辈子 也不知道情是啥 说句老说也搞不清楚 我还让开中心呢 对 他心在哪里 我知道 心想心在哪里心也是够的 算了 不问这种问题了 有点熟 问这种问题 是吧 就是我希望你冷静 嗯 处理这些感情的时候 冷静地站在人道去看这些事情 然后你知道怎么做都会有遗憾 怎么做都 除非你自己解脱 不约别人 谁也不约 嗯 要勇敢知道吧 嗯 就算最后剩下你一个人也 地球上也要勇敢 你知道吗 勇敢地活着 然后呢勇敢地活着 因为这一生 你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 你爱你的所谓的被抛弃啊 被伤害啊 或者你抛弃别人 你伤害别人都有可能 或者是亲人离别啊 或者是什么 事业失败啊 什么都有可能 或者自己得病啊 或者甚至得绝症 这些都有可能 面对吧 坦然面对吧 既然来人到了 当然一种体验 多做一点散报 散月尽量地收 收不了也是没办 反正在那儿从着呢 下辈子用呗 又不会丢那些散报 那我不想再说下辈子 然后幻醒 我从小就不想要下辈子 幻醒的自己要觉醒 对 从自己这儿找原因 嗯 要跟着老师 做菩萨是什么 做菩萨才能成佛 那做菩萨为啥做菩萨 四次要利他 为别人想呢 所以做菩萨 他这个利他 他不是让你学理一份 佛学理一份 所以做个菩萨 试试以利益众生啊 利他 不能抱怨啊 不能什么这些 不是让你学理一份 是 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了 这人道对你 困不住你 你知道 你就不会自我 你的自我就容易破掉 第二 如果你真的 试试为利益众生做 你说你是傻 是吧 你就试到很多事情 你不会在乎的 你不会较真 不会执着 你才能事事利益别人 事事以别人为主 因为你不较真嘛 你不执着 更不是你游戏 不是说你把它 当成梦境了 是那种行为 会让你慢慢慢慢 自我会分解 然后你本来就是一切嘛 在那个分解的过程中 你都活成一切了 谁都是你 那不是空性嘛 只有空性是一切 别人不是 你是个个体 就不是 就算你是登地菩萨 你都不是一切 只有空性 直接就在果位上做了 知道 我是觉得 其实利益众生 其实还是利益你自己 问题是 开始你着想的时候 明明是利益他了嘛 你开始 是 在你功德圆满的时候 你才利益他 跟利益你是一样的 刚开始你 你帮他 你为他好的时候 确实在利益他 反而不是利益你啊 是不是 你确实你有付出 你觉得你在奉献 你付出 你奉献 你在布施啊 是吧 你在做很多事啊 但是 但是等你真的空了 缺空的时候 你才知道 利益别人 要跟利益自己是一样的 因为你无我 众生就是你 众生也无效 所以没有众生可度 你利益别人的时候 我跟别人都是空的 这才是真空 你要成佛 必须这样走 所以要打开自己 你知道 其实周围的一些 但也不要委屈 你在利益 利益那些算啥 就是说 做菩萨是不会自恋 不会委屈的 不会觉得自己委屈了 自恋 你看看 他对我不好 我还得对他好 这太委屈了 不能有那种分别出来 是 一起来就马上把它放下 而且不断的绝照 不断的绝照 自己的贪嗔痴脈 也改过 就是我的修行 就是日常生活中 我要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 是 我的所有的想法 我背后的是什么 就是我每个第一时间去看到 那绝照 当下定义自己的贪嗔痴脈 也喜气欲望 是不是又犯了 第二呢 是 自己为什么现在这样想 又开始了 我觉得是从小说里看的 还是电影里看的 还是我妈告诉我的 还是我从别的朋友那看到的 为什么我会这样想 为什么我认为就是这样 每一个认为都问我为什么 你是怎么得出这个认知的 是吧 他做了一件事 你就说他不爱你 你是怎么得出这个认知的 肯定是要有素 你比较出来的 或者是什么 你跟你 甚至跟你前面比较都不对 可能更深 不是金刚经没有过去未来吗 没有过去新未来 你这不又起心动念了 又活在过去了 那肯定不一样 这个水刚开始倒是热的 现在就是凉的 是吧 那怎么能比呢 我怎么能把现在的水 跟刚开始倒那美水比呢 你可以喝可以不喝 是吧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在你的梦境里都是无常的 看清楚它是无常的 冷冷静静坐在这儿 然后活成你的实相 你慢慢解脱了 从梦里醒来 你才能活真实 否则我们的心 永远没有归宿感 永远像浮癖一样的 流浪 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愿 都修修禅定 就是打坐 其他的是 能解决就解决 就像这些事啊 包括你帐篷这些事 你今天碰到我 就解决就解决了 碰不到 能解决很多事 有时候你能解决 有时候你解决不了 能解决是不是也是舒适的福报 所以能碰到你应该解决的问题 对 你有福报 算你有福报 就是我是说 你未来有时候你能解决 有时候解决不了 就解决不了 解决不了 不是说每件事你都能做好的 这样 包括我今天坐在这儿 那有时候你说的时候 你说的时候 我说这件事还不是很难 我可以吧 那就哪个时序说 有些我会直接说我帮不到 解决不了 我也不是万能的 什么都能帮到 就是有时候我努力过 怎么也搞不定了 或者我打不过人家那个邀请 然后我说不起 我打不过 你要不要再去哪个步骤 我打不过 是吧 那也没办法了 或者人家说 我就给你拼了 死活不放 是吧 我也没办法 所以你很慈悲 慈悲没用啊 你跟他讲的人叫慈悲 有用 绝太多书还是用 慈悲有啥用的 这种事 不知道叫不叫慈悲 我抢了那家 那个藤金的老公又还给你了 是吧 你对他来说不叫慈悲 从时空来讲 这就叫许仙 这就叫发害 那你有 老师那里有仙有后呀 对不对 对我也这样说的 而且有孩子 我也说的 是 你就把人家丈夫拿走了 这个不对 是吧 但他不认啊 他说是 谁巧都算谁的 是吧 这个就是违背 违背道的 对 你不能进入其他道 这个就是 所有的护法就可以出手了 就是 你的出兵是有理由的 违护弱者 是否则没理由 你要光说这是人家老婆 他说我也拨在一起 我也是我的老婆 但是 那是我老公啊 但是问题是 你是另一道的 你就不可能跟这个人家结婚嘛 是吧 你是有问题的嘛 所以你出手是有理由的嘛 是吧 他一定都站得住久 不是 是吧 对 好在他挺好 他自己理亏呢 修行是有作用的 好好的修行念经 就能碰到善知识 就能解决问题 也是 也是 学生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